今天會和大家看看初學者學小提琴會常犯的五個壞習慣 看看你會不會中了幾項 這條影片看到最後 因為我覺得最後這個壞習慣是最嚴重的 第一個壞習慣 就是用功太少,而且只是用中功 整支功這麼長,為什麼只是用中間這一塊呢? 為什麼功筋去了哪裡,下半功去了哪裡,功尖去了哪裡 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不是用下半功呢? 為什麼這些upbeat的地方不是用下半功 為什麼是用中功,甚至用上半功呢? 你記住,一支功這麼長,而最難做到變化的就是如果你在中功那裡 在中功那裡,staccato做不到 你想拉一些很大聲的東西,你做不到 你想拉出來的東西很輕,也做不到 你要很輕的話,你要在弓尖做 就不是在這裡,什麼都是在這裡 第二個壞習慣就是每一次只是看一個音 假若是有一個scale,就算是scale也好 scale是Do,Re,Mi,Fa,Sa,La,Ti,Do,Ti,La,Sa,Fa,Mi,Re,Do 這樣才算 但是呢,都還要是 我怎麼知道學生是逐個逐個逐個看呢? 如果我聽到他們是拉完一個音,右手停下來 他們在說給我聽,是我在看一個音,逐個逐個看 當然這個是不對的,你在拉著這個音的時候 你在看後面,你應該在看多幾個 看多幾個三四個啊,這樣 還有如果真的scale是音階的話呢 你甚至可以放鬆這隻眼,你可以看闊一點 看多幾個小節,看多幾個音 或者是以一個個八度去看 Do,Re,Mi,Fa,Sa,La,Ti,Do,Re,Mi,Fa,Sa,La,Ti 但是就千萬不要逐個逐個去看 第三個壞習慣,不需要多說 就是用頭去打拍子 或者用一支弓去數拍子 數拍子呢,是在心裡面數 是數分拍,譬如你有一個兩拍的話 是數半拍,以半拍去數 就是數四下 1and,2and,或者1and,2and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千萬不要把你數拍子這件事 是顯露出去你的支弓那裏 不可以在你運弓那裏告訴別人 你看看,我正在數拍子的 或者是 在換言的時候呢,會有一個Action 這些全部都是 在告訴別人你數拍子 但是 我們沒有需要這樣做 人家最後想知道 人家最後想聽到我們怎樣去拉個旋律 拉個旋律出來好不好聽 人家不是想知道我們有沒有所拍子 第四個壞習慣 你看看一支弓 支弓有什麼問題呀? 沒問題呀? 真的沒問題? 為什麼這麼直? 原來壞習慣 之一呢,就是 將支弓上到太緊 怎樣為之太緊呢? 如果你看到弓桿呢 是跟弓毛平衡的話 這個就是太緊了 那可能你問,我應該 將支弓上到多緊 才是對好呀 又不會是太鬆 或者是太緊 你應該看看 中弓的地方 你覺得 你會 用到多大力 或者你即將拉的那首曲 會不會有些很大聲的地方 樂句 那如果你用到最大力的那一下 或者運弓最大力的那一下 不會 被一支弓桿 碰到 弓毛的話呢 那個就是 適當的鬆緊 如果你稍為一用力 它會碰到弓毛 即是支弓太鬆 但是如果你出盡力了 你拉 那種力 支弓呢 都還未碰到 還未碰到弓毛的話呢 即是 弓桿 是太硬了 太緊了 那 你要試一下去找一個 適當的鬆緊 第五個壞習慣呢 是跟 枝弓也有關的 就是 查重鄉 很多人呢 是 不喜歡查重鄉的 或者我所認識的學生呢 很多都是不查重鄉 可能 幾個月才查一次 那麼 最奇怪的就是 他們不發覺 這個不查重鄉 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 不查重鄉 會是一個問題呢 為什麼小查重鄉 會是一個問題呢 你想想你這支弓 如果 跟條弦呢 是 不夠接觸的話 你一用弓的時候 一運弓的時候呢 是會去了指板 很容易會去了指板 又或者你試一下 輕輕 找一隻手 是 這樣 看看條弦 然後你見到是 一些 重鄉粉末都沒有的話呢 就是比如說你太久沒有查重鄉 當你那麼久沒有查重鄉的時候呢 你要出到一些 好 均勻的音色的話呢 你是要 用更加多的力 但是 如果 可以 容易一些 不用用那麼多力的 為什麼 不用 用 為什麼不用少點力呢 你只不過需要 塗重鄉而已嘛 你只不過需要 塗多一點重鄉 在上門宮公尖而已嘛 為什麼不塗呢 如果你舊重鄉裂了 或者你舊重鄉被 媽媽收起了 這個不是一個藉口 那 你找回舊重鄉出來吧 我想大家又都看到問題了 就是 來回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看指板 又再看那份譜 我們不會這樣拉琴的呀 眼是看譜 眼不是越來看琴 如果你給自己呢 來回又看譜 又看指板 又看譜 又看譜 又看指板 每一次 左手有些事情發生 換把啦 或者是換言啦 你又看一看它 你以為這樣可以幫到你 你以為 這樣是 能夠令那個音 是準一點 但是 只是一個 干擾來 如果你發覺 你拉琴 是很容易慢下來的 而先生也都 經常提醒你 你自己都這樣覺得 是經常慢下來的話 很可能這個 就是 這個壞習慣 而這個壞習慣呢 我是 經常在初學者身上見到的 那你要克服這個壞習慣呢 是沒有人幫到你 你只有自己提自己 集中 看一份譜 看多幾個音 看多幾個小節 看個樂句 看多幾個樂句 但是就不要呢 是 亡個琴 那我希望今集有用啦 留意一下自己有沒有犯這些壞習慣 如果你想到有其他壞習慣的 可以在 留言那裡告訴我 我是蕭希 下一集 再跟大家見面